大家好,我是煤油小水小刘 前几天呢,发过一个千里香馄饨的视频 好多朋友问,馄饨皮是怎么做的? 今天呢,就教大家怎样在家制作馄饨皮 先和面 盆里加入大约500克的面粉 再加入大约15克的淀粉 3克的盐,3克的碱面搅拌均匀 再加入大约170克的温水 水和便的比例大概是1比3 把面粉搅成这种絮状的时候 再把它们揉成面团 面火好后盖住饧面一个小时左右 现在面形好了 把面团揪成2等份,再揉光 馄饨皮呢,必须要用淀粉来当铺面 这个呢,就像手擀面一样擀 平均每擀5到6次,就换个方向继续擀 擀面的时候呢,要从边上往中间使劲擀 这样才能把面擀得薄厚均匀 擀馄饨皮呢,一定要擀的稍微薄一点 现在这个馄饨皮就擀好了 现在这个馄饨皮就擀好了 嗯 媽媽 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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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餛飩皮就做好了你們學會了嗎 前幾天呢還發過一個千里香餛飩的視頻 大家可以看看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 請點擊視頻下方添加關注轉發 咱們下期視頻見 值得使用 在這裡